另一方面 为了奋起执追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定下的目标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美鲁丁下午公布雪州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在这项计划下 雪州政府向Farma公司采购的250万剂疫苗 让雪州提前100天或在10月份完成八成人口的接种目标 阿美鲁丁今天在线上公布雪州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他指出 州政府所购买的250万剂科兴疫苗当中 50万剂是让雪州子民免费注射 勒林、B40和身杖等特殊群体将优先接种 另外200万剂则开放给工业和企业自运付费参与 大臣说 雪州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跑后 26个疫苗接种中心每天可增加4万3千5百剂量 而社区民众的接种量将在7月底攀升到了 单日18万剂的高水平 阿米鲁丁强调这批疫苗不会卖给个人 他还特别提醒雇主严禁向雇员收费 以免抵触法令 华新社电视综合报道